什么是偏离了高我之路的第一个信号? 在这个旅程中有两条路可以走,小我之路和你的高我之路。 我们所拥有的自由意志,使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要走的道路。 我将告诉你们,如何知道你们偏离了高我之路,而回到了小我的道路上。 小我的道路是关于痛苦的循环,这些是我们陷入的业力循环。 当你生活中的事情开始出问题时,是宇宙试图重新引导你回到你的高我之路。 如果你不再看到同步性,你就偏离了你的方向。 同步性正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 如果你不注意这些迹象,宇宙就会加大力度重新导向。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 这是几个月之前,发生在我身上。 我错过了信号,被重新导向了。 我一回到高我的道路上之后,一切都变得更好了。 所以,这一连串的幻运器,其实并不是幻运器,它是来自宇宙的一种重新定向。 所以,第一个信号是当你不再看到你一直看到的同步性。 那些你经常看到的重复数字不再出现了。 这种情况下,你就要想一想,你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 你是在跟随你的充满恐惧的小我,还是在跟随你的一直在摆脱恐惧的高我之路? 你所看的,阅读的或所想的东西,是否助长了你的小我的恐惧。 小我喜欢被恐惧所滋养。 恐惧使小我保持活力。 你的高我之路是一条容易得多的路。 一切都对你有利。 你到处都能看到同步性。 你思考一些事情,它就会为你发生。 宇宙完全在你身后,支持着你。 当你保持走在高我的道路上的时间越长, 富足就会开始向你走来,你的恐惧也会越来越少。 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开始了我们的高我之路。 它就这样发生了。 注意你的生活感觉和方向。 我们的高我之路在我们出生之前,就已经为我们计划好了。 所有的困难时期,都是引导我们走上正轨的教训。 一旦你开始注意你所得到的信号,就很容易保持在高我的道路上。 如果突然间一切似乎都出了问题,你不再看到你的同步性,那么想一想你可能会是在哪条路上。 如果偏离了,那么就要为自己重新导向,回到你的高我之路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